Hello 各位好 欢迎回到西齐 提起美国的拉斯维加斯 这是一个以赌博而闻名的城市 有钱人领略这里的灯红酒绿 美女如云的城市 却在阳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 有一群人只能住在下水道里 和老鼠抢地盘 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 因为自己的地理位置 所以洪水不断 每年的春季跟夏季 来自墨西哥湾的暖湿空气 就会产生雷暴 短时间内释放大量的雨水 拉斯维加斯的沥青和混凝土的地面 几乎没有任何的蓄水能力 雨水就顺着盆地倾斜顺流而下 形成山洪 每小时40公里的流速冲向市区 在1985年 政府耗资了17亿美元 修建了由73个蓄水池 和714公里长的河道 组成的拦截洪水的结构 河道的65%在地下 拉斯维加斯的无家可归者 就开始瞄准了 这65%的地下河道 而曾在美国成人电影界 赤煞风云的女演员 李珍妮 就是住在下水道的成员 本名斯利芬妮 萨多拉的珍妮李 是生于田纳西州 她成为AV女星之后 拍摄的成人片是备受欢迎 在色情网站上流量余意 吸引了4万5千多名订阅者 更是成为阁楼杂志的封面女郎 事业如日中天的珍妮李 却在2009年突然宣布 要投入模特界去发展 可是很快她就因为毒品成员问题所困 最后落魄地寄居到下水管道为生 但其实在美国这种居住方式并不出奇 因为很多穷人总是走投无路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纽约市的地铁和火车隧道 成为了成千上万人的避难场所 燕鼠人这本书和电影《黑暗的日子》 就记录了这种绝望的生活 隧道里人住在铁轨旁边的交合板的棚子里 被路过的火车摇晃着 有些人干脆把被褥就铺在老鼠承载的地板上 虽然环境很可怕 但是很多的营地居然还很精致 特大号的床垫 梳妆台 橱柜 桌子 书架 甚至还有艺术品摆放 居民们在梅渣砖烤架上坐着饭 接通着电源 还使用加热器 还有灯具 还有电器等等 一种永恒的感觉被建立起来 有些人在隧道里转眼就生活了20多年 小众群体文化在地下也形成了 流浪猫狗被当作宠物收养 甚至有婴儿在这里陆续出生 这些人就被称为艳鼠 他们的死亡率高得惊人 被火车撞死 触电死亡 吸毒过量死亡等等 这个群体的犯罪率也非常惊人 谋杀是最经常发生的家常便饭 很多警察进入之后都是一去不复犯 阴暗潮湿的地道 成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这里远离阳光 中日只能和发臭的垃圾蟑螂老鼠为伴 似乎和地面上的繁华喧嚣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他们的贫困和无奈各有各的原因 因为无处可去 地下道也就成为了他们生存最后的选择 而美国的繁华光鲜亮丽的生活 往往让众人心知向往 但大多数人却只看到美好的一面 却不曾了解生活在那里 极度贫困和落魄的人 是如何为了生活而挣扎的 艳鼠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往往靠着捡垃圾来维持一天的开支 困难的时候300元的面包 都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他们生活的常态就是去赌场游荡 然后再去垃圾场捡一些东西 补贴家用 据不完全统计 在拉斯维加斯四通八达的下水道里面 大约居住了上千名穷人 这些人中有的是自己一个人 有的是一对夫妻 甚至还有一整个家庭都住在这里 孩子们一出生就带在下水道 垃圾是他们的玩具 老鼠是他们的玩板 这些人平常也会去搜集一些丢弃的书籍和家具 然后把他们搬到自己的住所 在下水道里搭建自己的家 时间久了 有的生活还过的 有模有样 史丽文和凯瑟琳已经在地下居住了五年 用饮水机做了一个淋浴间 在墙上挂画 并且用废弃的书籍拼凑出了一个图书馆 而这对年轻人也把自己的全部值钱的家当 都小心地放在塑料板条箱里 以防地上的毒水给浸湿了 三年前史丽文因为西式海洛因而失业 被迫进入隧道 他说自己已经戒了毒 这对夫妇靠着赌场维持生计 他们穿着二手的衣服 每天跑去赌场检查老虎机 是否有人意外留下来的筹码 他们的收获还是不错的 最多一次 史丽文曾经在一台机器上 居然发现了997美元 我们都知道 拉斯维加斯这样的魔力的城市 可以说是美国梦的象征 奢华 财富冒险和运气都是这座城市的代名词 每天都有人逐摸而来 绝大多数人最终都是耗尽了资本和运气 沦落成为沮丧情绪和毒癖的奴隶 最后 无家可贵 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 拉斯维加斯的隧道人就会冒险爬上地表 与前来祭拜霓虹灯之神的赌客们打成一片 他们在街角乞讨 在垃圾堆里翻找 当内华达州居民和拉斯维加斯赌客们的夜生活结束的时候 他们也返回自己的潮湿的地下阳地 隧道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威胁 如果他们足够幸运 能够避免抢劫和偶尔的谋杀 但是还是要和传染病啊 老鼠 蝎子 以及失去他们曾经拥有的尊严做斗争 而最大的危险也是隧道存在的危险 那就是山洪爆发的持续威胁 隧道的主要作用是排洪 那是洪水来了 这些隧道人怎么办呢 2002年11月30日一天晚上 一群流浪汉在隧道里扎营 雷云雨爬过山脉 给克拉克线带来4厘米的降雨 早上水流声惊醒了街上的人们 很多人发现 防洪隧道里居然冲出了很多的尸体 这也是拉斯维加斯发生的最大的惨 人们不知道确切的死亡人数 因为他们很多被冲走了 很多人就这样无声无息的进入到隧道 又无声无息的死在隧道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纽约市当局对艳鼠一族进行大扫荡 摧毁了绝大部分营地 虽然还有余党 但是已经不成气候 你现在如果在纽约地铁上 看到一些脸色苍白的无家可归者 他们很有可能就是艳鼠一族的参与 进行并且文化 地铁上行走 我需要